这是最离奇的死亡 死亡原因不明不白 至爱男友不闻不问 甚至就连去世之后 脸上还有这两个明显的发掌印 1995年 当邓丽君去世的消息传遍全世界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质疑声也甚嚣尘上 一代歌后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了泰国的酒店里不说 最信赖的男友也对此不闻不问 不仅躺在床上呼呼睡大觉 甚至还极力阻挠警方进行尸检 脸上的两个发掌印 更是引发了长达28年的猜测 那么邓丽君的去世真的是意外吗 他的未婚夫要阻挠尸检 又有何深意呢 欢迎百度搜索邓丽君去世谜团 说说你所知道的历史真相 在这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没有人想到 1995年 泰国清迈酒店的客房的几声 短暂而急促的敲门声 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 和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 因为当工作人员察觉到西桥 带着房塔打开大门的时候 一代歌后早已经因为哮喘 香消欲损 可匪夷所思的是 知道他患有哮喘 原本应该陪在他身边的未婚夫 却以购买零食为由突然离开 即使是回来后得知 邓丽君已经被送到医院 紧急就医的关键档口 他也只是随口硬步一番 接着回到房间倒头就睡 再加上邓丽君去世后 脸上有两个奇怪的巴掌印 以及未婚夫拒绝了警方提出的 要对邓丽君进行尸检的请求 全世界的歌迷都在第一时间 对邓丽君的去世提出质疑 而这位表现奇怪的男友 更是被质疑的重中之重 可伴随着警方的调查 邓丽君男友的嫌疑却逐渐消除 一代歌后的去世真相 似乎成为了一个谜团 直到多年以后 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 采用自己的所见所闻 为这个旷日持久的谜团 做出来回答 原来从小患有哮喘的邓丽君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发病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 为了缓解症状 他经常随身携带着频喘喷雾 可1995年 顾泰国旅游之前 邓丽君已经感染了流感 以至于频喘喷雾的效果大打折扣 邓丽君很有可能是在紧张之下 使用喷雾的剂量过多 从而引起了心律紊乱 从而尿成了悲剧 根据当时参与救助医护人员的回忆 邓丽君来到医院的症状表现 也和心律紊乱如出一辙 而在警方的调查中 未婚夫的回答也从侧面 佐证了钟南山的猜测 而他之所以不同意对邓丽君进行尸检 也是考虑到邓丽君作为公众人物 事发突然贸然尸检影响他的声誉 至于当时 他在邓丽君抢救时选择呼呼大睡 如今看来更有可能是一个法国人 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 事实上从贫家女儿到民满世界 邓丽君的事业一飞冲天的同时 他的人生却实在说不上幸福 年幼时家境贫寒 长大后命运坎坷 唯一一位门刀户队情投意合的初恋男友林振发 却因为心脏病突发 早早的与世长辞 以至于邓丽君还专门写了一首歌 来纪念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或许 此时的邓丽君还没有想到 感情之路上的坎坷 其实才刚刚开始 从和成龙的儒骄四夕 到和郭孔城的虎头蛇尾 一代歌后 就这样在人生道路上 磕磕盼盼的走了十几年 直到1990年保罗的出现 才让这位早已心如死灰的歌后 对感情重拾信心 正所谓天有不色风云 仍有旦夕祸福 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坎坷之后 一位曾经唱出无数天籁之声的歌后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又重新回到了他来时的地方 如今距离邓丽君去世 已经过去了28年 和这位歌后的歌声 却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对我们视频点赞留言 加个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